基隆慈云寺特别定制典雅的文昌公灯 让信徒点灯向文昌帝君祈求保佑 今天是农历2月3号文昌帝君的诞辰 许多民众一大早就来拜拜祝寿 准备芹菜、菜头、葱等贡品 还有寿桃寿面来帮儿孙祈求考试平安顺利 金榜提名 这些信徒都相当的虔诚 多年来持续来到慈云寺参拜 他们认为慈云寺的文昌帝君相当灵验 汤子变成为他们做生意吃点赤 大胆子 我有检订、小材费都有 你知道吗 我们来这里五六十年了 我们都有就对了 都来 来这里五六十年了 阿嬷就八十一回了 好美丽哦 对啊 今天是那个农历2月3号 是文昌帝君圣诞日 所以一早早很多乡客都 他们有点那个文昌公登嘛 很早很早都准备那个贡品 就是菜头啦 还有那个芹菜啦 还有那个葱 他们都有谐音啦 芹菜就是勤劳 葱就是聪明 菜头就是好彩头啦 白萝卜啦 还有那个我看看刚刚有人用那个肉粽子 粽子包粽 还有水果其他贡品很多 因为今天是天气比较冷 他们有的是昨天就有来拜了 文昌帝君满年年的 无论是学校考试还是说 有的时候工考、普考、考什么都有人来拜 假如要到那个考树期都人好很多 因为女儿要考证照 阿翔文昌帝君加持 然后两个孙女也健康平安 因为都在读书 这样子对 对因为慈于是真的是人气很旺 而且她的神力也真的 我们都感受得到 所以都会来啦 这样子 是要考哪方面证照 因为在银行 她需要银行证照 就是比较高高阶端的 所以就希望地君加持一下 因为这张证照超级难考的 真的 所以就想说来 请她再加持一下 谢谢 她现在有准备什么贡品 有啊 受桃 因为地君生日嘛 受桃是一定要的啊 因为芹菜这些 我想说夾子那么大了 就靠自己啦 她只是说受桃 给她做个生日 祝寿一下这样子 还有麻烙 他们都喜欢吃这些啊 拜文昌登 这个不只是 大家知道的就是说 学生考高中啊 大学啊这些考试 事实上对于 考公职的人员来讲 也是很有保佑 所以说每年在这个 公职考试 尤其高浦考前几千 来拜文昌登 拜文昌公的人 也是非常多 我为五岁就拜到现在 抬成大 阿姨只要抬成大建筑系 他要卫兜 对 都定格格都第一名 他是住在花园 以前我是夷养 阿姨跟夷养担五岁 很很棒还是要点灯 所以阿姨是每年都来点 有 都公登 他现在 他现在已经是大一了 慈云寺也特别准备 莲珍的智慧高与文昌笔 送给点文昌登的民众 祝福前来参拜的 所有民众 心想事成 考试顺利 金榜提名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在我们先试顺利 现在我们先试顺利 现在我们先试顺利 我们先试顺利 我 我们先试顺利 试顺利